我是Hank,我們又回來了 現在是早上的7點鐘 然後我今天有個特別任務 要去台北樹林運動中心的UTR賽事辦一個講座 那什麼是UTR等一下我會再多做解釋 現在我們趕緊出發 再等一下10點前希望可以到樹林 And I'll see you later, Bye! I'll see you later! I see if we can start I'll see you later 在做中文都OK吧 OK 那我先把口罩拿掉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Hank 然後我是Vector 一個操敗人 然後我自己在Emeryn讀書 然後我當初是靠著網球申請到Emeryn 所以我想說來跟大家分享看看 這個一路的歷程 然後還有現在在美國的一些經驗分享給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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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yn讀書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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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發生一件非常悲劇的事情 就是我回來我家發現我那天對著鏡頭講的話基本上都沒有聲音 所以我在這邊重新講一次 那就從什麼是UTR開始講起 UTR stands for Universal Tennis Rating 那它是一個全球有公信力的一套積分制度 由0到16.5 那Roger Ferrer、Narfa Adel他們大概是排在15、16那邊 那台灣的選手大部分職業都在14、15那邊 那美國大學Division 1的一級聯盟的學校 他們大部分球隊只在10到14這個區段 UTR它是根據你的對戰的對手的UTR 然後還有你自己跟他打的比數的接近程度 然後還有你們的勝負當然 然後去給你一個相對應的積分 那如果你贏了很強強的對手 你就可以把你的UTR往上升 相對的如果你輸給UTR比較弱的選手呢 你的積分就往下掉 這是一個很簡略的概要 如果你有想要更多了解關UTR 你可以上到他官網上 或者是到這次比賽的主辦人 Izaiar地球運動聯盟的YouTube Channel去收看 他有一個影片專門在講說UTR是什麼東西 這次去樹林辦講座也是Izaiar的邀請 我才會有辦法去到那邊跟認識那麼多的家長跟選手 然後分享一些我所知的知識 那在那邊我主要就講了關於申請的一些步驟 然後還有一些時間軸 然後還有美國各級聯盟的差異 最後講了美國大學的一天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次有辦講座的話歡迎到現場去找找我 然後跟我聊天 那Izaiar他們辦這個賽事挺不錯的 因為他們一場UTR你可以打4到6場的賽事 那為什麼是4到6場這個數字呢 因為UTR他如果要給你一個Verify UTR 就是一個認證過的排名的話 你必須要有5場 在過去12年 不是說12年 過去12個月裡面 你必須至少有5場的比賽 你差才可以給你一個比較有公信力的一個排名 那所以這場比賽他你一個週末就可以打4到6場 所以基本上就是等於你一個週末就可以擁有一個認證的UTR 當然如果你想要UTR更高的話 你就可以打更多的賽事 然後去多衝擊一些排名比較高的選手 你才有機會提升你的UTR 那最後我們回到現場 然後聽聽Izaiar對於他們這個運動聯盟的理念 然後還有他辦這個比賽的初衷 這就是Izaiar 所以讓Izaiar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比賽是怎麼回事 還有他的一些理念 就是辦這個比賽 其實就是希望說台灣的青少年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賽事 因為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這次是辦初環賽 就算你每場都輸 你可以保證打到4場比賽 然後報名費也才2000 其實很便宜 很優惠 然後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應該說我常跑國外了 所以就想要去看說其他一些國外的賽事 然後希望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環境帶到台灣來 就已經UTR希望說 台灣可以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橋樑 去幫助這些青少年 他們可以去美國去看看 去學習一些不同的文化 喜歡網球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比賽 因為我可以說 這個比賽幾乎是全台灣CP值最高的比賽 加上品也非常好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就過來參加看看 OK 所以謝謝Isaia的邀請 這次來樹林運動中心 第一次UTR的一個美國留學分享會 那之後的UTR有機會再來 如果Isaia會歡迎的話 然後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嗨 掰掰 謝謝啦 那我東西就收一收就下次見 不好意思我可能幫不了你 沒事沒事不用不用不用 好我們到時候知道 這邊都要 ặcив一下 可以 怎麼樣 我也要客你 老衆 來 separation 踩